好我們今天要幫大家來實測的就是之前呢 已經跟觀眾介紹過的 捷緣14X Pro 這一台超輕薄筆電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發現 現在在電商訂購產品 基本上都是一個大比類囉 那筆電呢 那更特別 因為大家都在搶 甚至沒有貨 那就在這個前提之下呢 捷緣的品牌價值 就完全凸顯出來囉 捷緣在地深耕26年 在全台目前的SP服務聯盟有200家 所以你有筆電或是電腦需求的時候呢 你只要撥通電話 問一下家裡附近的聯盟 欸 到底有沒有貨 如果說你要訂購呢 也可以直接透過聯盟跟捷緣訂購哦 由於現在都是遠距辦公貨 遠距教學哦 這次小浩哥哥也是為了我的女兒 特地跟捷緣的SP聯盟 去做需求訂購 所以還可以發現哦 我們這一台的顏色 跟上一次我們的實測是不一樣的 是全新的霧粉玫瑰金哦 至於捷緣14X Pro 它的整體表現如何呢 那就帶大家看下去囉 捷緣14X Pro 採用Intel第11代 Core i5或Core i7低電壓處理器 而本機呢 則是採用了Core i7-1165G7哦 暫存的部分L3有12MB 記憶體為16GB 最高可以升級到40GB 顯示晶片為最新的Iris Xe 因日前哦 已幫觀眾實測過 捷緣14X Pro的效能跟介面表現 本次就不重複實測哦 相關內容可見上方連結或訊息欄及吃喝玩樂粉專 捷緣14X Pro對於我們這種家長而言哦 值不來購買給小孩子做遠距哦 光看它的視訊鏡頭其實是還蠻好操作的 另外呢還具備人臉辨識 這對小孩子來說呢 他們大部分比較不太了解資安啦 這樣子可以做到相關的一些保護囉 另外還有一點呢 因為它具備大電池容量73WH 哇這很大哦 可以使用10個小時 基本上整個家裡都是它的學習空間 甚至對於商務人士來說 整個家裡也是你的辦公空間 再來效能 因為這一次是採用全新Intel第11代的處理器 我們這一次是高規 因為畢竟是做客製化 那另外它還有所謂的 Call i5的處理器可以做選購 這個價格呢 基本上不到2.9萬 對於一般的家庭或是說 居家的上班族來說 這負擔也不大 值得去推薦入手 最後呢 疫情當下哦 現在要買一台筆電哦 都是困難哦 真的筆電太熱門了 但是透過捷緣的SD聯盟呢 它可以幫我跟捷緣做到訂購 而且還可以克制哦 更重要一點 我還可以知道 目前出貨的狀況 真的是便利生活多元服務啊 好今天就是小豪哥哥幫大家來去做的 捷緣14X Pro的產品實測哦 重點是在遠距方面的一些應用啊 後面我們再跟大家來做 什麼相關的筆電實測 或是產品實測 那就麻煩請關注我的粉專 以及關注我的頻道哦 OK 掰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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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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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你們老師哦 對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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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